重型吊车在路上缓慢行驶 突然车辆骤停一阵晃动 原来是撞上电线杆 墙上熏黑 下方机车也烧成废铁 原来吊车撞击当下 火花四件 引燃下方机车一度火光冲天 索性火势及时扑灭 没有酿成伤亡 23日上午7点多 吊车行进新北五谷民意路 撞击电线引发火势 一度造成停电 详细原因还有大厘清 而这件自撞事故同样损失惨重 蓝色超跑停护栏旁 直见车头全毁 板筋凹陷严重 零件也全外露 撞得咪咪貌貌 令车主好心疼 超跑刺状护栏的事件 就发生在23日凌晨2点30分 这名诚信车主 当时从台北市市民高架 西往东方向行驶至新生路段 经过桥梁衔接凤处时 疑似轮胎打滑 整辆车失控撞击内侧护栏 安全气囊弹出 后车尾板筋因为擦到一旁护栏 板筋也全脱落 车辆几乎半毁 所幸的是驾驶并没有受伤 远景到场协助疏导交通 也赶紧叫了拖掉车 要将车拖走 驾驶实施久策后 也没有酒驾情形 而机油因为巨大撞击漏满地 清洁人员赶紧铺上墓穴 进行路面清洁化解危机 其实这辆麦拉伦跑车600LT车款 要价1380万 时速从0飙到100 只需要2.9秒 最快时速更可以来到328公里 不过车子性能再好 也要有技术才能驾驭得了 记者尼世纲李廷熙双北采访报导